那么假如说我们就按照英国的这个 手机科学家来说的这个理论 说我们虽然我们不希望看到 但是也许最后就只能靠群体免疫了 那么英国有多少人呢 英国有6600万人 6600万人66.7%会感染 那么是多少人 我们可以算一下 那么结果大概是4400万 4400万人感染 那么死亡率有多高呢 现在中国大陆的数据大概是4%的死亡率 那么意大利它7%的死亡率 我们假设英国具有世界上最顶尖的医疗技术 所以死亡率我们降到1% 好不好 1%的死亡率要死多少人 要死44万人 44万人是什么概念呢 我们要明白2018年的时候 英国全年只死了63万人 包括各种各样的死亡原因 全都加上一共只死了63万人 那么就因为这么一个病毒 那你在一年的之内 你要让44万人死亡 就是使死亡人数增加2% 二次世界大战 英国一共死了多少人呢 包括平民和军人 一共死了45万人 因为这样一场病毒 我们要造成一次跟二次世界大战一样的损伤 所以如果英国真的采用这样的措施的话 它的损失是非常巨大的